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为什么让我这么痛 声声控诉 像刀子一样插在蓝望鸡的胸口 痛 很痛 可自己是咎由自取 怨不得人 到家后 蓝望鸡直接把人抱回了房间 用湿毛巾给他擦完脸后 便端起放在一旁的醒酒茶为人喝 未应半躺在蓝望鸡的臂弯里 估计是口渴的厉害 竟不需要蓝望鸡多红 便乖乖把茶喝光了 蓝望鸡也是松了一口气 毕竟某人可是对这种 带有中药味的东西抗拒得很 替人擦了擦嘴后 蓝望鸡重新把人扶下 躺好 望着那张到现在 还是酒精上头 通红的脸 蓝望鸡真不知道 以后自己不在身边 这人会变成怎样 卫英 你能不能好好的 不要让我担心 蓝望鸡失了眼眶 前路茫茫 蓝望鸡那颗不安的心 总感觉有些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蓝战 睡梦中的卫英伸出两只爪子 在半空挥舞着 眉头紧锁 蓝战 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不要离开我 求求你 晶莹的泪珠从眼角一出 像是有千斤重 砸在蓝望鸡的心窝上 蓝望鸡张开手掌 把那双先手紧紧包裹住 卫英 我们来个约定好不好 大学毕业后 如果那时的你还没有喜欢的人 我便把我的心意统统都告诉你 是去是留 任你决定 哪怕到时被你厌恶也好 我也认了 卫英 我什么都不求 只求你好好的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不要伤害自己 成绩不好也没关系 反正蓝家总养得起你 蓝望鸡就坐在床边 望着那张脸 很久很久 就到蓝望鸡怕再望下去 就真的松不开手了 卫英 我爱你 蓝望鸡颤抖的双唇 轻轻地印在那张猪唇上 蜻蜓点水 像是对待最神圣的礼物 舍不得用力 更舍不得亵渎 房门被轻轻拉上 蓝战 我爱你 卫英在睡梦中泥南着 可蓝望鸡终究是错过了 人生就是这样 有时候最平常的一秒钟 却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 或早或迟 仅仅一秒 而已 第二天 卫英收拾行李 提早回笑了 没有告别 也许也不适合有告别吧 踢校离云梦游500公里 开车6个小时的车程 飞机只需要一个小时不到 卫英选择了飞机 她想快一点离开 卫英出门的时候 叔父他们已经去公司了 管家看到卫英提着行李下楼的时候 也是一脸惊恶 毕竟离开学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卫英阻止了管家打电话的动作 只说自己会跟叔父打电话的 管家没办法 只得安排司机送了他去机场 卫英是在机场的候机室 给叔父打低电话 没有多说什么 只说自己想提前适应一个人的生活 所以就早点过去了 让叔父不用担心 挂完电话后 叔父怒火冲冲 跑到了蓝西辰办公室 蓝忘机正心不在焉的盯着电脑发呆 被叔父劈头盖脸说了一通 才知道 卫英离开家了 蓝忘机来不及多做解释 便狂奔到了楼下 打了车 朝机场而去 只是到了机场门口 蓝忘机满腹的冲动 却渐渐被消散殆尽了 就算见着了又能改变什么 让他不要走 还是告诉他原因 呵呵 蓝忘机 你真替安可笑 回去吧呀 透过后视镜 司机一脸一问 回蓝市大厦 蓝忘机说话的同时 视线始终停留在机场入口处 哦 好 反正车费照给 司机无所谓 司机掉了个头 迅速涌入车流中 蓝忘机透过车子后 玻璃望着那建筑物 离自己越来越远 终是把视线收了回来 卫英 你说我们多久才会再见面呢 还是你真的就不想再见到我了 坐在后机室 打完电话的卫英也一样的傻 大眼四处乱票 都进到后机室了 那人怎么可能还会出现呢 卫英忍不住自长了一声 卫无限呀 卫无限 你天真也要有个底线呀 走吧 这个世界谁离开谁就不能活了呢 卫英深吸了一口气 朝灯几口走去 飞机降落梯式的时候 才中午 卫英随便在机场吃了点东西 打了车 去学校 去到之后才知道 学校宿舍在进行大规模消毒 先生暂时无法入住 在门卫的指引下 卫英找了离学校不远的一家旅馆 暂时住下 一折腾就到了下午四点多 突然响起叔父的叮嘱 下飞机了就给叔父打电话报平安 这一整天都快过去了 跑来跑去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卫英慌忙掏出手机 那边电话很快就接了起来 谢谢 你到学校了吗 有没有安排好宿舍了 宿舍环境怎么样 习不习惯 卫英都还没来得及说话 叔父那边就问了一堆问题 自从被兰家收养后 卫英从来没出过远门 叔父一直把他当孩子一样看待 事无巨细 现在隔着五百公里的距离 听着平时常听的叨叨念 突然有种远在他乡的孤独感涌上心头 再加上这两天心情的波动 卫英忍不住就红了眼眶 连声音都有了一丝哽咽 叔父 这里都很好 您不用担心 我会照顾自己的 阿谢 你声音怎么回事 是不是不习惯 想家了 乖 你要是想叔父了 叔父就抽空过去看你 叔父说着说着 不由的也湿了眼眶 没事 我又不是小孩子 等跟同学熟悉了 有伴了 就习惯了 您不用担心 卫英用力眨了眨眼睛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叔父 您要注意身体 现现有时间就给您打电话 好好 乖 忘记也在这里 你有没有话跟他说 蓝叔父埋怨地瞟了一眼 站在自己办公桌前 始终低垂着头的二只字 两人闹了矛盾 自己竟是一点都不知道 电话那边停顿了几秒 蓝忘记垂在身侧的双手 前头握得紧紧的 像在等待对方的审判 不用了 叔父 我准备出去逛逛校园 熟悉下 您先忙 好 那你有空了再打电话给忘记 叔父还是看不得蓝忘记 那副身无可恋的表情 忍不住出声替他争取一下 嗯 放下电话 叔父抬眸 你自己做错事了 怨不得阿贤生气 你既答应了他 为何又临时改变主意呢 叔父不清楚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知道明明说好选同一个地方的大学 蓝忘记临时变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